我就跟你说了 如果我不跟你酷笑在一起 我觉得我也会选均绿色 均绿色其实还可以呈现是比较温柔一点的 分享一下我们的四种穿搭方式 hello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是酷笑 那今天这一期我们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玩转均绿色 因为前两天我们在收拾我们衣服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们的绿色袭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多 从这件袭服开始吧 这个后面的都是酷笑的 这前面的都是我的 最妖艳的一件是我的 谁说的 我也不酥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均绿色的我们的服饰 那我们就坐下来 所以说我们怎么就冒出那么多均绿色的衣服来了 其实我也不清楚 我喜欢的风格 之一就是复古的风格 而均绿色在复古这个元素里 是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不知不觉的话 就把自己的这个均绿色的这个色系的服装 就一点一点就积累起来 其实我们说到均绿色的这个颜色的时候 可能我们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这种 宫装 军装 俱古 以及中性 那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讲 我会喜欢均绿色呢 我认为不同颜色的服饰它是有不同的语言的 我用它来表现我的一个比较洒 比较酷 比较中性 我就会用均绿色的服饰来装扮我自己 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最早喜欢均绿色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就是 我就跟你说了 如果我不跟你酷笑在一起 我觉得我也会喜欢均绿色 不得 厉害 既然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完转均绿色 那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的四种穿搭方式 演绎不同的风格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第一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生把均绿色穿的比较帅气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套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上衣是一个均绿色的bubble 这个款式是属于很有历史的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搭配了一双靴子 一条紧身的深色牛仔裤 内搭呢 我喜欢用白色去搭均绿色 去中和一下均绿色的这种中性 因为白色的话会要柔和一些 真姿衫上面也有一个很酷的骷髅头 这样子也可以跟我们很酷很帅的 这个均绿色的色彩做到一个平衡 整一个的感觉是比较煞的 比较酷的 干练的 有个细节我特别喜欢 就是它的这种领子是一个咖啡色系的 它是灯芯绒种面料的 它的这两个包也是属于一个咖啡色系的 对牛皮的 一个是材质的一个冲状 一个是颜色的一个融合 会让这件均绿色的外套 没有那么的单调 均绿色其实还可以呈现是比较小女人的 比较温柔一点的 那我里面就选择的是一套米色系的 羊绒的套装针织裙 会要端装一点 针织大地色系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温柔的元素 可以去中和均绿给人的这种阳刚的气质 那鞋子的话它是一双白色的板鞋 是有一些分量感的 可能有别于我平时喜欢穿的宽威 会比较单薄 因为我上面是穿的有厚度的针织裙 外套是一件棉衣 所以鞋子不能是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袜子 实际上我有套到一条均绿色的 跟我的上衣是相互印的 但你穿黑色的袜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我们穿这种高领的时候 在冬天 我不太建议大家把它翻下来 把领子堆着或者这样立起来的话 实际上它会更有调性一些 所以整一身呈现出来的风格呢 第一是休闲 第二是温柔 第三个呢是俏皮 也比较简龄了 对 大家觉得这个衣服像不像我们以前 老棉袄 就是我们穿的内袋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领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和尚领 是这件衣服的一个精髓所在 还有一个呢 这两件衣服在它的这个下摆的地方 是有一个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造型的 来说说我的均绿色的这种服饰 用两种搭配来展现一下 我对均绿色的理解 一种就是更加的绅士 一个呢就是休闲帅气一些 我用了一个高领的大底羊绒毛衣 中间再穿一件牛仔衬衣 它的这个色彩比较丰富 酒红色 牛仔色 军绿色 下身我选择的是浅色的裤子 白色的 米色的都可以 鞋的话就是最喜欢的 帆毛皮的鞋了 既展示出我们比较帅气 硬朗的一面 就会感觉到很绅士 比较精致 上班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一样可以这样穿搭 我有好几款都是改良军装 但是呢这种衣服的话 如果穿不好 很像很像 你要去下地里干活的 除地的那种感觉 需要一点点的心思与技巧 把这方面呢 它的气质给改良改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个的款式 实际上是大差不差 只是用的一些绣花呀 面料等 你让我打完了 我要出镜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拯救大兵瑞恩哈 每个人穿的服饰 都适合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款就是当时的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他们的野战服 我拿的这件均绿色的单品呢 又是一个针织类的 作为一个小大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泡了一件深蓝色的一个休闲的单膝 然后我里边的话 我穿了一个针织的衬衣 打了一个领带 均绿色的领带 戴着花纹 刚好可以和外面的这件 乌衣 对 这件毛衣有个腰带 穿了一件西装 衬衣 如果再用腰带预计的话 会显得没有腰身了 我的下装又是选择了一条浅色的裤子 上身下浅的这种搭配方式 就是我喜欢的一种 展示高级的一种方法 我也可以加一顶粗花泥的这种贝蕾帽 歪戴一点的话 更有这种复古的绅士的感觉 增加一点点趣味性 它没有绿色的裤子 而我有 所以我强烈要加细 谁说我没有 我有一条绿色的多包裤 草帅了 不输 太残暴 它是改良的一种多包裤 旁边带有一些金属的拉链 裤长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小短腿来说 比较适合 还不是改了的 适合1米8的人个子穿着9分裤 没办法 我就只有去找财富可可改了 非要让我说出来吗 不给面子 气死人了 真是 大家说我们很多时候搭配就是红色不能跟绿色搭 过会的话我就要用我的一件红色的衬衣 跟这个绿色来搭一搭 大家来看看效果是如何的 这一身的话我是想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所谓的红配绿是不能配的 一个是均绿色 一个是只用暗红色 色彩的明度没有那么亮 饱和度没那么高的 在我眼里是可以胡搭的 刚才我和Chris的搭配 多用一些浅色系的色彩 我们给大家推荐三个和均绿色最搭的颜色 第一个是白色 第二个是米色 第三个是深蓝色 建议大家不要用大面积的黑色或者深色 去跟均绿色相搭配 当然如果我们远离我们的视线小面积的 比如说黑色的鞋子 那我觉得是OK的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们还喜欢我们这对结婚16年的老夫妻 请关注我们 拜拜